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我们看到中国主谈反腐取得的重大的突破之后 包括离铁程序员在内的多个高层都接连被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一方面呢对于我们中国主谈来说是一个进展和突破 把这些注米虫揪出来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才会有更好的进展和发展 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我们国家T1总局来说也非常的震怒 也希望从这一次的腐败问题当中能够吸取到一些教训 所以就在最近呢在多个高层都接连出事之后 国家T1总局也是明确的召开了反腐总结大会 那么在这一次的总结大会当中呢 我们也具体反思了一些腐败的问题 以及呢宣布怎么样去做好我们后续的体谈工作 而且还重点点名呢 包括高宏波以及顺文在内的多个人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里面的情况 首先在中午12点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 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在国家T1总局召开的反腐大会当中呢 他们明确总结点名批评了离铁程序员这些人呢 所做的一些腐败问题 一方面呢是任人为亲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家天下 通过自己的家族成员呢去进行一个中饱私囊 严重影响了中国主台以及整个中国体坛的发展 所以呢国家T1总局认为这种行为是非常过分 在以后必须得杜绝 必须得彻查清楚 一个都不要放过 所以其实对于离铁和程序员他们来说呢 应该是羞愧难当的 本身自己当初进入这一行是想着为中国族群谋发展 结果最终呢却想着为自己的家族 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未来谋生意谋利益的话 这种有被当初初心的做法呢 现在想起来相信相信他们肯定会非常后悔的 一提的是那么在这一次反腐大会反腐大会当中 根据新京报中国青年网等多个官方媒体的报道 他们还明确指出包括高宏波孙文在内的 多个骨干成员呢还受到了总局的点名表扬 那么毕竟呢考虑到他们在这一次作为中国主席副主席 居然没有同流和乌是非常难能可贵 也经受住了被腐化的考验 所以提议总局啊认为他们难能可贵 重点点名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做好自己 这一点说实在其实在过往呢真的是很罕见的 一般的话官媒或者说国家提议总局点名谁谁谁呢 都是批评或者说出事了 结果说高宏波和孙文他们呢还得到了点名表扬 那么接下来想必啊 仕途应该会一篇顺利 而且还有可能得到国家提议总局的重用 在后续有机会呢正式接受中国主席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 也证明了有能力的人才啊 总有一天会守得云开见夜明 虽然说呢前几年的话在杜造财这些的阻碍之下 高宏波他们没有用武之地 但是好在呢我们终于等到了现在这么一片大好光明的一天 我们也希望杜造财 我们也希望高宏波他们在接下来能够做好工作 给球迷带来更多的希望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